今天给大家讲一下马龙非常具有杀伤力的一个正手发球 这个发球呢可以说马龙在别当中用的是最多的 而且他这个发球呢非常具有迷惑性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整体的动作啊 我们在击球以前他这个动作你看起来像什么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正手侧旋发球 但是呢他在触球的瞬间突然的改变了一下拍形 把球发到了一个直线的长球 所以这个发球他最大的特点呢 是非常的具有突然性和迷惑性 让对手以为我要发斜线啊或者发侧下旋 因为这个动作一般是正手侧旋发球 是吧一般发的这个落点 马龙前面引拍的动作都是侧旋发球的动作 但是在接触球的这一瞬间啊拍面的角度改变 然后把落点送到了直线的位置 他是这样的我慢一点做啊 是吧他这样发过去的 所以他这个发球的动作呢非常的具有隐蔽性 而且整个动作很连贯 你不到最后一刻你根本不知道他会突然把这个球发到直线的这个落点 我来发几个球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其实这个动作呢我模仿的还不是特别像 因为马龙呢这整体的动作实在是太流畅了 一般的人真的很难模仿的出来 而且我也试了一下啊 像马龙这样发球的话这个难度特别大 所以这个站位也很重要 如果说你准备去偷这个直线 你站位如果说太靠球台的外置 比如站在这里 你再去出球的话 这个球就很容易失误 你比如说站这里啊 你要偷直线 很容易就出界了 那么你准备偷直线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的往前站一点 进入到台内多一点点 让这个机球点呢 差不多在这个地方 你这个时候在偷直线的时候 它就不容易出界 你看啊站在这里 然后它抛起来 这个时候就不容易出界 而且还可以把这个落点发到这个小三角的这个位置来 落点可以发得更大 这个发球的技巧呢不难学啊 很多业余球有几分钟就能学会 你刚开始练的时候 整体的动作没有马龙这么流畅 但是我可以体会一下 把它发到直线这个位置来 是吧 我可以先把它碰过去 我可能不带什么摩擦 我可能先碰过来就行了 然后这个拍面的角度呢 你在碰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勾一点 接触球的时候 你看这样勾一点 这样这个落点 它就会往这边走 如果是这样撇着呢 你在碰球 它可能还是到了繁锁位 是吧 你要发到直线 拍面稍微勾一点 你看这个就有点像什么 逆旋转发球一样的 所以拍面在出球的时候 可以稍微这样勾一点 然后你再来碰 这个时候就不容易发到这个右侧了 大家可以这样做练一下 先不用带什么摩擦 其实手腕基本上也不怎么发力 它就是把它碰过去的 它摩擦得很少 这个时候发的球不快 是吧 没有什么这个突然性 你慢慢地发多了以后 突然地抖一下 在出球瞬间 请你稍微抖一下 把这球崩快一点 崩快一点 它才有威胁 慢了的话 别反应得过来 像马龙的这个发球呢 就比较难学 因为它属于高抛 它球抛得很高 因为球你抛这么高的话呢 你很难找到击球点 我们把它抛低一点就行了 是吧 不用抛那么高 稍微低一点 把这个球的落点的 抛到距离身体近一点 然后这个手腕 也不用怎么大幅度地去摩擦 用前臂当中手腕 这样摆动就行了 把球撞击过就行了 你不用考虑什么下旋的问题 把球发快 发急 练到后期呢 你想这个球发得带点下旋 你可以在出球的瞬间 前臂稍微地向下 切一下球 用点力 那么就可以发出下旋 稍微用点力 这样抖动一下 就能制造出下旋 今天的这个发球呢 其实不难学啊 很多越野球友 稍微有点基础的 我相信十天半个月 都能够学得会 那你在别当中 你不要一味地 只发一个落点啊 你突然变个线 偷个长 偷个直线 那对手可能 一下就懵了 所以比赛当中 发球能不能得分 除了旋转以外 更重要的是 迷惑性和突然性 如果觉得今天的视频 还不错的话呢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 收藏一下 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樊振东的这个动作呢 非常的有特点 它和很多业余球友啊 包括很多运动员的动作 都不太一样 它拉下运球的时候 它的整个腰宽转动的幅度 没有那么大 没有像有些这个 又一球 又拉球的时候 是吧 转动那么大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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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